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淫透視 今天很奇怪是我先開波 為甚麼呢 我大曬今天我們請到陳文煥 波波 不是 葉寶林 你說了很多年 沒錯 齋Sir在這裏 齋Sir又上來了 因為我們今集說高鐵 所以請到波波 因為你夠高是不是 都不單止是 那為甚麼你要講高鐵呢 好像你近期很熱心搞一些保育 或者高鐵的事件 蔡元邨 是呀 因為 本人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都很關心蔡元邨的事 之後就和大家一樣 之後就和27個團體 都一起搞一個反高鐵 有一點的 停撥款大聯盟 反高鐵 停撥款大聯盟 沒錯 之後 剛剛過了個星期日 你們有沒有去的 當然有 一三個小時 你由兩點鐘等 然後三點鐘出發 對呀 你說話要說幾長 對呀 幾悶 我穿上我一件 這次是綠色的 可不可以玩嗎 這次遊行 因為香港近期已經很少這些 民間組織有這麼大的 警察都要報你三千 那當然不止三千 非常 我覺得很成功 是啊 還有看到很多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道具 你看到前面的手推車 那些稻草人 每個人都炸好炸都很辛苦 大家很有創意 還有我覺得最有價值 就是我們已經超越地域的界限 為什麼地域的界限 就是蔡元川就是蔡元川的事 美孚美孚的事 以為不關香港人的事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不是呢 當然對於沿路 26公里的鐵路沿線 有很多受影響的居民 蔡元川那些固然是最受影響的 因為整個家 五、六十年的家庭就拆散了 其他那些不要以為小事 譬如說 都有出道來的大國咀居民 都有幾百人出來的 四、五車出來的 五車、五個旅遊 還有一些自己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呢 正正因為 原來高鐵的隧道在他下面經過 他就變成是樓 蔡元川那些居民 就是罕了獻才知道 他們家裡會被拆 連鎖都不能鎖 而大個咀居民 都更壞 因為如果不是媒體踢爆 10月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原來的隧道在地底經過 否則完全不知道 政府怎麼通知他們 只不過有一塊木板 在路邊 然後看那些文件 沒有人看得明白外星畫 那些地段編號 那些圖是沒有人懂得看的 然後就說 我已經通知了你們了 這叫隱形通知 是天星王侯已經開始 香港政府特別戰 很不公義 這些是有鬼祟 將一面這麼光明正大的事 好像看鹹書 為什麼看鹹書這麼秘密 不是 鹹書都比較赤裸 很赤裸 但這件事更隱蔽伊朗的頭巾 因為蔡元村最早知道 到大角咀 現在都有影響到葵方 像杖山村 南昌學校 那些會怎樣影響呢 華景山莊也看到有些人 是呀 華景山莊和大角咀一樣 在地底那裏通過 但又是沒有知會他們 其實影響是什麼呢 永久性的噪音 再加上有八十幾分輩的永久性噪音 例如在大角咀來說 這個已經算少了 永久性噪音 更加重要的 就是影響他們未來的重建發展 因為有部份的樓 有一兩棟是沒有打樁的 就算有打樁也是很淺 他們很多都是唐樓 或者九樓幾十年 十層樓幾層樓 但其實是很淺的 只有三幾十萬二的深 地底在那裏通過 但現在的樓 從建後都起五六十層樓高 如果是因為他的稅 是這麼淺層的話 他不可以再起高樓 被迫不可以起高樓 你想想 本來他的重建潛力很高 但是因為這樣 令他不可以起高樓 沒有屏風樓就好 不過你解一下 他在下面怎麼會有分配這麼吵 他經過後都會震到你 在上面 其實南昌學校區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都是有一些永久性的情況 所以我們上次都說的 最壞就是英華 真是任職搬正了 搬正了 這件事真的很難中 真的 很難中 差不多是九龍第一名校 現在被逼著 每天都這樣吵 可能會掉落了 不過很有趣的 那些學校 就算知道了 都不敢很張揚地說 你猜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呢 你想想 如果你是校長 被人知道了你的學校 原來有永久性的噪音 跟那些驗讀一樣 就算學校有人 對 對 因為這個殺校的政策 其實是搞了很多事情 又更加死了 驗讀 對 你被人知道了原來你學校有永久性的噪音 真的找鬼報你家學校嗎 其實我們一定是很不滿意的了 整個諮詢其實是穩妥襯的 靜雞雞 鬼鬼祟祟 又不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 現在 撥款怎樣 政黨怎樣 現在 12月2日 3日 就是財委會的公務小組 就會開始去審議這個 廣深港高潔的撥款 25個議員 除了社民聯同公民黨 民主黨表示反對之外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 社民聯同公民黨加起來 只有三票 三票 不是全部 公務組只有三票 公務組 但是 民主黨 就是無靈兩可 趙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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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那麽不足夠資料 那麽不足夠資料 應該反對 對 真的離譜 我聽完 所以就是 左搖右擺 這班賤人 對 他沒有左搖右擺 一向都是這樣 不過呢 今天下午又開一個緊急的黨團會議 那我們就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現在才開緊急黨團會議 然後呢 這個就是泛民的狀態 何秀蘭都表示反對 所以其實現在只有四票是說 表示穩定是反對的 但是呢 民主黨那裏就要看看他最新的 今天下午 有哪幾個 港民主黨打擊 有哪幾個議員在公務組組 有五位的 對 有淘謹申 鄭家富 金乃威 李永達 剛才還有一位 我要先看 我忘記了 還有一位 是不是興姐 興姐正在加密 興姐 李華明 李華明 真好嗎 這樣就糟了 對 然後呢 這裡是泛民那筆 另外呢 再看看民建聯 他又說 支持 一定支持 一定的 我覺得可以分開兩部分 因為他現在分開三個工程項目 來去第二上公務組 一個是鐵路工程550億 第二個是非鐵路工程110億 另外呢 就有8600萬的 專門對蔡元村居民的 代為撥款 那樣 這個賠償方案 那兩方面 第一 我們固然是對於高鐵有很多疑問 覺得你 說不出資料 你至少議員 你有基本的責任要把好關 香港的資料要怎樣花 無論你是否支持高鐵的概念 或者原則也好 你至少講清楚 那些錢是怎樣花 是否用得其所 但現在什麼料都沒有 那你本身第一件事 你的把關的責任更不好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好了 就算你支持高鐵 那受影響居民怎樣處理呢 你是不是首先都是要去做一個 就是妥善的處理 你才是好通過這個高鐵呢 其實就算現在受影響的那些居民 其實他們都沒有一個人 都沒有人說是反對這個 就是趕深港高鐵的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個好的安排 但是完全沒有 你去這個 就是8600萬 就是他們說是回應 這個 就是蔡元村居民 但是 剛才說過的 大個咀呢 華景山莊呢 葵芳呢 橡山呢 南昌學校區呢 是完全沒有理會的 就這樣說 沒事的 你相信我吧 最後如果高鐵起得成真 是唯有暴動才可以 表達我們的不滿 是高鐵的隧道 669億 可以包起來我們TV多久呢 嘩 做到最後每天都可以 他搞另一間TVB都可以 你幫我一會討論一下 高鐵的反高鐵 不是 我們試試討論高鐵 那個抗爭行動 我覺得很多東西值得討論 好